恩贝 作者 杨显慧 朗读者 陈颂无声 自从2005年在扎嘎那结识了达让之后,我真是迷上了扎嘎那的风景。 只要有空闲的时间,我就往扎嘎那跑一趟,去达让家住上几天。 虽然扎嘎那位于甘南州的腹地,距兰州500公里之遥,但是交通非常便利。 从兰州长途汽车站坐豪华大巴出发,穿过七道粮隧道,时尚去林涛的高速公路, 在崔家衙过陶河,经过被穆斯林称作中国的卖家的林下市,再过土门关,就进入青山绿水的甘南州首府合作市了。 解放前的合作是一片开满了蓝色玛莲花的草滩。 它唯一的土木建筑是一毛梁下边的黑错寺院,如今它已经变成一座漂亮的草原新城了。 从河座往东,经过满目清脆的长城的沙茂沟,这里曾经是强盗出没,专是劫持来往商队的地方。 再顺江科河南下,就又看见了涛河。 过涛河,有一个小镇扎古路,再往前就进了车巴沟。 沿车巴河速流而上,地势越来越高。 但见山岗如涛,草坪如潮,然后使蘑菇状的岩石急急哀哀的扎嘎凉。 从一处飙高四千二百五十米的山口翻过山梁,公路就跌进一片巨大的石林。 汽车在石林里穿行,一路下坡跑上半小时,突然眼前豁然开朗。 一片碧绿的原野在脚下铺开,扎嘎那到了。 我已经和达让成了挚友,一进他家,就把马牵出来骑上,去扎嘎梁找他,或者打电话把他从牧场叫下来,一起在扎嘎那的如画的风景里玩上两天,然后就坐班车回兰州去。 去年秋季的一天,我和达让去扎嘎那的拉桑寺院参观。 寺院建在东窝村和耶日村之间,靠着阿尼玛青山的一片台地上。 我们刚刚走上台地,达让捅了一下我的胳膊,小声说,你看,你看那个婆娘。 一位妇女从寺院的正门走出来了。 我注意看她,并没有什么特殊。 她大约四十几岁了,穿着藏族妇女爱穿的黑色长袍。 前巾上还围着一块绿色的围裙,长脊脚面。 她的身材有点长,现在是初秋,天还不太冷。 她把家袍的双袖都退出来,堆在腰里。 这使她穿着一件橘红色球衣的身体,显得有点消瘦和奇长。 如果说她有什么与人不同的地方,那就是她的和其他藏族妇女同样是颧骨突出的脸蛋,很是白净。 眼角上的一座皱纹很明显。 这个妇女是磕头来的,她的围裙上还沾着尘土。 她和我们错身而过,然后从台地边缘下坡去了。 这是个寡妇。 看着那妇女下了坡,达壤才对我说。 她岁数不大呀。 是不大,才四十几岁,可没人娶她。 为什么? 我和达壤围着寺院走了一圈,把灰廊里整齐排列的金筒拨着转动,然后进了寺院。 看完寺院的经堂和佛殿,回叶日村的路上,达壤讲了这个寡妇的故事。 她是东沙村的媳妇,名字叫恩贝。 十多年前,她的男人叫人杀过了,那是个贼大胆。 那时候连着偷过人家的几头牛,男人的名字叫桑杰。 偷哪儿的牛? 我问。 偷窝窝沟的,扎嘎那的牛他不敢偷,偷就抓住了。 扎嘎那有几个老汉,变牛蹄叶,变得好得很,牛丢过来能找着。 桑杰有个联手,是伊窝沟贡巴村的人,比他小四五岁,名字叫闹柔。 那时候,他已经三十二三岁,闹柔二十七八。 有一次,他们从蛙巴沟里偷了一头牛,卖到车巴沟去了。 结果,他偷牛的事儿,叫蛙巴沟丢牛的人知道了,把他抓去审讯,叫他交代他的联手是谁。 他不交代,人家打他,打个半死,撇在庄梅的房子里冻他,他还是不交代。 后来派出所的人说,你不交代也罢,我们把你放出去,你把联手分下的钱要来,搅回来,就不追究了。 放出来在家里缓了几天,他就去找联手了,把情况说了,但他的联手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,把他骂出来了。 你滚出去,我不认识你,谁是你的联手,我啥时候和你偷过牛。 他也觉得自己理亏,他们一搭偷牛的时候,就定过攻守同盟,不管把谁抓住了,打死也不能供出另一个来。 他就赶紧给闹柔解释,我没供你,我跟派出所说,牛是我一个人偷下的,可是你分下的钱你要拿出来,我给人家赔上,这案子就过去了。 可是闹柔不给他钱,把他撵出来了,他就回家了。 可是,就在他去闹柔家要钱的时候,派出所不知家的人坚持着他。 他回家不久,派出所就把闹柔抓去了审讯。 审讯的时候警察说,是桑杰供出你来的,你们两个人联手偷了牛。 闹柔来不过去,赔了钱,拘留了半个月。 闹柔放出来以后气坏了,跑到东华村,把桑杰叫到村外的沟里骂了一顿,说桑杰把他供出来了。 桑杰说没供他,两个人就打了起来。 打着打着,闹柔就逃出手枪,连开了两枪,把桑杰打死了。 桑杰死了,闹柔就被派出所抓到县上去了,交到法院了。 说是故意杀人,还有私藏枪之罪,两罪并发,一定要判死刑。 一听说要判死刑,闹柔的家里人着急了,跑到东华村找恩贝,求他给法院说行。 说他们愿意赔命假,人不要判死刑。 闹柔家里愿意赔命假,恩贝也同意他们赔命假。 恩贝就到法院去了,求法院把闹柔放了。 两个村的村民调节委员会,也到县法院说清,不要判刑,还是赔命假吧。 赔命假对两个家庭都有好处。 闹柔保下一条命,丧街的婆娘能得到一笔钱拉家务。 但是法院不听他们的话,说我们按法律办事呢,还是听你们的。 后来还是判了色刑,不过是缓期两年执行。 这事儿,到底也搞不清楚。 是村民委员会和恩贝说话了,才判成死缓了,还是本来就该判死缓的。 结果反正是闹柔活下来了,而且行期一简再简。 坐了十一二年监狱就放出来了。 但是,放出来的闹柔自己知道,丧街的家人不会放过他的,就没敢回村,跑到民县去了。 在体质粮上,给一个汉族人家放牧。 那个汉人家有钱,买了一大群牛发点牧业,可是不会放牧,就把他雇下了放牧。 他后来把婆娘娃娃也接过去了,婆娘在那边挤牛奶。 我问达让,闹柔家没给桑迪家赔名家? 达让说没赔。 马如家的人说了,判死缓是按法律判的,并不是扎嘎纳村民调节委员会和恩贝说情的原因,人家就不赔命家。 达让接着说,这个婆娘年轻的时候长得俊着里,皮肤是我们扎嘎纳的姑娘里最白的一个。 男人桑杰死的时候也很年轻,才二十八九岁。 可是,她当了寡妇以后再也没有改嫁。 你知道的,我们这地方,男人当和尚的多,男人们骑马呀放牧呀,也爱出事故。 总之是男人比女人少,不管是哪个村子,都有嫁不出去的姑娘。 所以,恩贝虽说长得漂亮,但她还带着三个儿子,一个姑娘。 不管哪个男人也不愿意再娶她,她就再也没有结婚,一个人拉娃娃着里。 桑杰死的时候,她的姑娘十二岁,大娃娃十岁,二十七八岁,最小的才六岁。 恩贝一个寡妇拉娃娃也真是不容易。 在扎嘎凉的牧场里,别人家都是男人当牛,婆娘挤奶打酥油。 可她的姑娘那时候还小,帮不上忙,啥活都要她一个人做。 早晨起来挤奶子,挤完奶子又要满山坡跑着当牛呢。 白天当牛还行,就是多跑些路多辛苦些。 可是,为了叫牛多吃草多长标,傍晚挤完了奶,还要当牛去,一去就要守到半夜。 不光是怕牛跑丢了,还要防止贼把牛偷了,还要看着,不叫狼把牛娃子吃掉。 半夜里回到帐房,还要打酥油,煮去拉。 越是刮风下雨,越是要往山坡上跑着看牛,越是刮风下雨,牛越是乱跑。 有时候牛跑丢了,三天五天,十天八天,很多人都看见过,恩贝漫山遍野地跑着找牛,风里来雨里去的。 他不光要管牧场,还要管扎嘎那家里的那些母山坡地。 扎嘎那的人,每个家庭都是分成两摊子。 一摊子是年轻人在扎嘎粮的牧场上放牧,另一摊子是老人或者兄弟们在家里种地。 虽说扎嘎那气候粮,山坡地打不下多少粮食,但是总不能料荒过吧。 哪怕是种燕麦,种荆蚵当饲料,总是要种上,秋天还要收割。 这时候,他就又要回到村子里来,叫自己的娘家人或是请邻居帮忙种地。 这时候,牧场里就剩下三个儿子和一个丫头缭乱去了。 丧杰的父亲早就过世了,因为他家是父母成分。 他的父亲1958年当过土匪,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抓去判刑了,死在天珠县的石膏矿了。 他的阿妈因为多年在牧场里做活,得了类风湿性心脏病,根本出不了门,做不成活。 丧杰只有一个妹妹,还是个弱智。 整天躺着潜水,看见人就傻笑,根本帮不上忙。 说起恩贝的娘家,还有一段故事。 恩贝是扎嘎那四队达尔村的姑娘。 她的父亲从前是扎嘎那大队的大队长。 父亲当然不愿意姑娘嫁给一个父母的儿子。 但是女儿就恰恰看上了父母的儿子。 桑姐敢说敢当,长得很英俊。 女儿知道父亲不会同意她和桑姐的婚姻,所以就没叫桑姐的家人来提亲。 而是在八十年代的初期,在一天夜里和等待村外的桑姐私奔了。 他们从扎嘎那西北方向的石林里上了扎嘎梁, 然后走了两天两夜,出了车扒沟,再到合作。 再到兰州,坐汽车去了拉萨。 他们往西藏磕头去了。 一年后回来,怀里抱着她和桑姐生的不到五个月的姑娘。 她父亲也不得不认了这门亲事。 恩贝终于熬出来了,大概是桑姐死后的第八个年头吧。 她的姑娘出嫁了,大儿子也能满山跑着当牛了。 又过了两三年,三个儿子齐刷刷的长大了,长成三个大小伙子了。 大儿子成亲了,和媳妇在牧场当牛。 二儿子和小儿子都在一窝乡中学上学,一个上高中,一个上初中。 她就回到东娃的家里和桑姐的妹妹种地。 那时,婆婆已经去世了。 就在这时候,闹柔从监狱出来了。 她听说了,就把三个儿子交到一起说, 你们知道你们的阿爸是怎么死了的吧? 儿子们都说知道。 她说,杀下你们阿爸的那个人出来了,你们知道不知道。 儿子们又说知道。 她又说,闹柔就是杀下你们阿爸的人,你们的阿爸过世十几年了,他还活得好好的。 儿子们听了她的话,都默默不语。 儿子们不出生是有原因的。 父亲死的时候,他们还小。 这么多年过去,父亲在他们心中已经淡默了。 在这个家庭里,他们只知道阿妈,是阿妈把他们拉扯大的。 他们明白,阿妈跟他们说这话的意思,那是要他们给阿爸报仇。 但是,他们也都知道,报仇的结果是很严峻的,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弟兄三个人,总是有一个要拼出一枪子鲜血来的。 这样的事,他们要慎重考虑,起码他们还没下决心。 但是,恩贝却总也忘不了这事。 每当儿子们聚到一起的时候,总是要说他们。 你们听说了吗? 杀下你们阿爸的那个人,跑到民县去了,给汉家当牛去了。 他知道他做下亏心的事里,他把他的婆娘娃娃都带过去了。 他这是害怕你们找他算账。 可是你们没有一个找他算账的。 他杀下你们阿爸的事,你们就像是忘过了。 儿子们还是默默的不出声。 于是,他这样说儿子们。 你们都长大了,杀下你们阿爸的人还活得好好的,你们还算是儿子娃娃。 恩贝在家里说的话,慢慢地在村子里传开了。 有些好心的婆娘到她家串门的时候,就劝她。 你跟娃娃们再不要说那样的话了。 齐刷刷的三个儿子,你非要折过一个吗? 你不心痛吗? 他回答,我们心痛了十几年了,这个事不办过,是我的心还痛里。 劝他的婆娘又说,你真是不想叫那个人活了吗? 你的娃娃们愿意吗? 他又回答,那他们商量去,不给他们的阿爸报仇,他们还是儿子娃娃。 又过了两年,就是前年的夏季。 已经考到合作师专的二儿子,放暑假回到扎嘎那来了。 小儿子也上高中二年级了,也放暑假在家里蹲着呢。 凑巧的是,那两天,他的大儿子的媳妇要生娃娃。 大儿子从扎嘎梁的牧场下来,叫恩贝岛牧场去几几点奶。 那一天,三个儿子都凑到一起了。 正好那两天,夏威县政府在辣子口,搞辣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。 请下的周温公团和谍布县的民间歌手们,在那里表演舞蹈和民歌大赛。 这样的事,在谍布还从来没有过。 扎嘎那的人们,张罗着租了汽车,去辣子口看节目。 弟兄三个人商量一下,一块儿去了,也说去看节目。 其实,他们是去找闹柔的。 辣子口离着民线近得很,翻过铁池梁,就是民线的牧场。 那一天在民线给汉人当牛的闹柔骑着马,也到辣子口来看歌舞表演了。 看节目的时候,那弟兄三个人就找着闹柔了。 但闹柔不认识这三兄弟。 三兄弟跟着他,他也没认出来。 后来表演结束了,人们都要回家了。 闹柔到树林子里去牵马,看见三个年轻人站在那里。 其中一个还喊了一声,闹柔。 闹柔不认识他们,一边从树上截马,一边说, 你们是哪里的呀,我怎么不认识。 这时候,老大说话了。 扎嘎那的桑姐你认识吗? 闹柔惊了一下,转身要跑。 但三个人从三面围住了他,呼地围上来抓住了他。 老二老三一人拧住了他的一个胳膊。 老大用一个胳膊夹住了他的头, 然后一把刀子从脖子底下一抹, 血就喷出来了。 血躺了一顶。 那天,我也去辣子口看节目了。 节目演完后,我们正上汽车的时候, 看见人们乱纷纷地往栓马的沟里跑。 有人喊,杀下人了,杀下人了。 我们跑回去看的时候, 警察正把弟兄三个扭进辣子口宾馆去, 嘴里喊着叫人们散开。 三个月后, 老大枪毙, 老二判了八年, 老三判了五年。 这件事发生以后, 扎嘎纳的人们议论了好长时间。 有的人说, 恩贝的脑子进水了, 是个傻子。 劝过他的一个婆娘在路上遇见他, 说他, 这下, 你的心里窝野了吧? 他回答, 傻窝野不窝野, 傻人偿命, 不偿命赔命嫁, 我们的仙人们不是这么做的吗? 我问达让, 这件事你怎么看? 达让说, 唉, 扎嘎纳又多了个寡妇。